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 助理送来了一个信封 拆开后是一封音乐贺卡 写着生日快乐 叶巧来到一家日本料理 点了一份醉裂的酒 以此消愁 醉酒的她幻想着自己站在舞台中央 肆意地发泄着内心的情趣 开车经过的陈宇柔看到叶巧 被她疯癫的样子逗笑 而叶巧不慎摔倒 陈宇柔赶往上前 原来她认出了叶巧 而叶巧并不知道眼前的漂亮姐姐是谁 清早 叶琛来到陈宇柔住处 因为醉酒的叶巧被陈宇柔捡回了家 陈宇柔邀请叶琛早餐 她喝了一口牛奶 沾上了一瓶牛奶胡子 原来 之前叶琛看到苏承时 想起的是她 看到来接自己的哥哥 叶巧依然难以抚平心中的愤怒 她质问哥哥 因为娱乐圈并不像她说的那样黑暗败金 她看到的陈宇柔满是温柔 叶琛却说 你了解陈宇柔吗 化妆间里 陈宇柔正在通过电脑使用购物平台确认收获 原来之前的贺卡是她自己送给自己 抽屉中还有不及其数的同款 宋嘉妮和萧红正在交谈 她抱怨着自己付出这么多才拿到第三名 萧红却用赵雅芝的典故 喊混过弯 此时的苏承已无家可归 偷偷住到了公司里 夜晚无人 她带着叶巧参观着自己的新家 来到段承轩的办公室 两人被办公室的奢华所折服 于是毫不客气地决定 就睡在这里了 叶巧告诉哥哥 自己被签约的好消息 叶琛却说 我的妹妹不会进娱乐圈 以后你不要说自己是叶琛的妹妹 穿着假冒名牌鞋赴约公司饭局的柳蒙田 在走廊摔倒 碰巧 段承轩经过 扶起她 柳蒙田难言喜悦之情 来到饭桌 竞争对手们 借着柳蒙田断根的鞋 对她一顿嘲讽 席间 没有关系和门路的柳蒙田 受到了排挤 知道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留在星雨的柳蒙田 在公司进行着自己的告别直播 却在此捂于段承轩 段承轩虽然不记得他 但是却十分友好 温柔地安慰着 并给他签了名 段承轩在玩具店意外被当成了贼 他急忙要求苏承证明自己的身份 一次打消众人的怀疑 而此时此刻 一个邪恶的念头击中了苏承 段承轩彻底说不清了 生气的段承轩 一目之下发誓签下苏承 因为可以借此好好报复 柳蒙田回味着和段承轩的邂逅 同时接到电话 得知自己已被签约 而且段总特意要求他准备直播签约仪式 兴奋的他 不自觉地喊着大勇 却忽然想起他们的感情其实早已结束 段承轩深夜来到公司 苏承依然偷偷住在这里 在躲避段承轩时 他偶然发现了自己的奖杯 此时两人相遇 苏承问奖杯为何在这里 段承轩却躲闪不作答 争抢中奖杯破碎 同时破碎的还有苏承的心 段承轩试图道歉 却无法挽回 对于苏承来说 妈妈留下的唯一念想 就这么消失了 第二天 签约发布会无期举行 红毯上 明星各个闪耀 刘蒙田挽着萧红出场 看到这个景象的白心路 借此讽刺宋佳妮 宋佳妮也是毫不客气的飞机 段承轩携苏承出场 闪光灯下 苏承依然表露着对段承轩的不满 段承轩一气之下 说出了是自己要回的奖杯 混乱中 苏承和段承轩跌倒 记者疯狂拍摄着新闻热点 萧红尴尬地出来就场 稍后的酒会中 苏承遇见了叶琛 并邀请他共舞 借此 劝说和叶巧和好 叶琛却说 如果他希望完成自己的梦想 就不该依靠哥哥的力量 吃醋的段承轩 另手下去换了一首激昂的舞曲 并抢回苏承 刘蒙田在远处看着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去找段总大话 却被冷落 萧红走了过来 大献殷勤 刘蒙田提起宋嘉妮 萧红却告诉他 苏承和段承轩住院 医药费全部由段总支付的事 而刘蒙田作为闺蜜 一点都不知道 训练中 萧红指着远处大厦 程宇柔的巨服广告 一次告诉大家 想爬到金字塔的顶点 是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 结实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因为形象是艺人的核心 被段承轩派去洗车的苏承 错过了韩清老师的授课 他是一个有些口吃 但是却十分认真的老师 韩清点名 刘蒙田和白心路表演 而刘蒙田的剧本 刚刚被宋嘉妮做了手脚 刘蒙田直言自己的剧本 被人换了 而韩清却点出 剧本对演员的重要性 认为剧本的问题 应该由演员自己负责 并无任何结构 韩清老师毫不客气 请走了刘蒙田 苏承为刘蒙田打包布平 段承轩出现 并帮助刘蒙田 重回韩清的课堂 段承轩叫走了苏承 对他说 这就是娱乐圈的常态 每年新生 都会进行着同样的勾心斗角 他以无心去管 并要求苏承 背锅接受惩罚 苏承气得要出走 段承轩要求三百万人进 父亲再走 苏承非常委屈 段承轩拿苏承手机 记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微信 要挟他 以后干活要随叫随到 之后 苏承似乎变成了段承轩的苦力 考试日 苏承因为帮段承轩买咖啡而错过 段承轩则说 这是在兑现那天 偷钱包事件 发誓要整苏承的承诺 苏承和段承轩谈判 做一个月助理 任劳任怨 如果熬过来了 重新让他补考 并给予一人应有的尊严 两人打成共识 苏承在柳蒙田家抱怨 而孙大勇忽然回来 苏承显得难以理解 原来 大勇说知错就改 柳蒙田选择了原谅 苏承无奈 却也不再说什么 考试第一的柳蒙田 并未如月拿到广告代言的中间站位 萧红却告诉他 娱乐圈就是这样 谁的人气高 谁获得更多资源 更何况 百姓陆家人就是广告公司 正因为柳蒙田是第一 所以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如果不是苏承被段总调走 他才是会被人踩的那 见柳蒙田依然不满 萧红暗示道 办法不是没有 主要看你的胆量 姐妹聊天 柳蒙田感慨 萧红歪名写道 也许正是因此 他才获得如今的成功 那么成功人士 手应该都不会太干净 包括段承轩 并劝说苏承 何必如此努力 讨好段承轩就会成功 而苏承却说 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他是一个话不多 却细心温柔的人 一切条件都在指向叶琛 段承轩约苏承 他还请来了另外一个人 是九州天空城制片人樊飞飞 段承轩把苏承介绍给他 樊飞飞感慨 段总第一次如此重视一个女孩 而段承轩其实别有目的 故意给苏承施加了一个重压的工作 两天时间看完三个剧本 并写感想 这根本是无法完成的 苏承接受了挑战 劳累的他昏倒在了电梯中 段承轩在一旁看着休息的苏承 显得有些自责 视频通话中 叶巧介绍着自己的工作 并提到哥哥貌似生病了 可否请苏承替他前去探望 叶琛家 两人远距离对坐着 刹那间 叶琛躺到睡去 苏承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 清晨 苏承做了早饭 而这却勾起了叶琛 关于程宇柔的回忆 他非常痛心 程宇柔看着日历 想起每个月的第一周 叶琛会去看望留守儿童 果然 程宇柔来到学校时 叶琛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 他以叶老师女友的身份 做着自我介绍 离开后 二人回忆着曾经的点滴 可没说几句 却又不欢而散 刘梦田偷偷来到段承轩办公室 放礼物 自于自乐时不小心打坏了他的城堡 段承轩进屋时 碰到了也刚刚回来的苏承 他误认为是苏承弄坏了自己的艺术品 于是大发雷霆 轰走了苏承 柳梦田向孙大勇诉说着 自己让苏承背锅的愧疚 而孙大勇却说 他被打入冷宫 你的机会就来了 段承轩独自在办公室 似乎对之前的绝情有些后悔 樊飞飞打了电话 要求预留苏承的档期 他觉得现在这么认真的年轻演员不多了 挂断电话 段承轩非常开心 叶巧打电话说自己回到了上海 而苏承却忙于段承轩新布置的 搭配50套衣服的任务 而无法迎约 叶巧请哥哥叶琛出山帮助苏承 期间关于程宇柔的回忆 如泉水般游如叶琛的脑海 段承轩拿着城堡的残骸 回忆起母亲的形象 忽然 他发现了柳梦田的痕迹 意识到也许是真的错怪了苏承 苏承被段承轩骗到了排练坊 才发现韩清老师在这里 毫无准备的 这就是补考了 题目是 让他掩饰兵 拔得敌方战棋 精彩的表演后 段承轩也感觉应该是高分作品 而韩清老师却开始了批评 认为他没有演出恐惧 没有战场濒临死亡的感觉 你这么牛 为什么你的战友都死了呢 你是在演超人吗 苏承佩服于老师的水准 心服口服 私下里 段承轩肆意地嘲笑着他的不考 与此同时 却讲着这社会的规则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英雄 这世上还有很多逃兵 很多不一样的角色 你不了解人性 又怎么在这个圈子拼搏呢 几个员工 私下讨论 刘孟田和段总的事 非常气愤 路过的萧红听到 认为刘孟田 跳过自己 直接攀附段总 于是报复亲戚 隔日 刘孟田发现自己的站位 已经被白信录替代 不仅如此 还承受着白信录一伙的肆意侮辱 此时 孙大勇打电话要钱 而且理直气壮 认为他刚签了约 没有理由不借钱给自己 回到化妆间 程远远拉着他 说着白信录的坏话 并安慰着他 喝了程远远咖啡的刘孟田 腹部剧痛 如厕时 被锁在了里面 错过了演出 回到家的刘孟田 发现了孙大勇再次出轨 而孙大勇也毫不忌讳 直说 这次求情复合 就是看中了他刚签约 能有钱给他花 而如今刘孟田失忆 也就没有理由在他身边了 刘孟田讲理不成 出手删了他以而过 却换来了力量更大的回击 几乎绝望的刘孟田 来找到段承轩解释 却依然闭口不谈 让苏承替自己背锅的事 段承轩也无心再给机会 刘孟田随即对段承轩告白 在自己谎言被揭穿 并且事业遭遇平静的背景下 显得是那么的虚伪 越是挽回 结局越是悲惨 在身房 孙大勇看到了 前来锻炼的百姓璐 于是上前搭讪 苏承毫不客气地打团 百姓璐间二人认识 于是离开 苏承在去横店跟祖前 来和段承轩告别 顺便求段承轩原谅刘孟田 之后苏承拿着手机 向段承轩炫耀自己的工作成果 却被发现找到了叶琛帮忙 苏承尴尬地赶忙离开 促意大发的段承轩 急忙打电话给助理艾米 要求她终止和叶琛的合作 证据仔细调查叶琛的信息 包括感情池 兴趣下 显然艾米以为 自己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萧红也试图为柳孟田求情而失败 柳孟田抱怨自己运气差 而萧红意味深长地提醒着 娱乐圈走到最后的 并不一定都靠运气 预示镜子前 萧红告诉她 要把别人亏欠你的 都弥补回来 半个月后 苏承从横店工作归来 通过朋友圈 发现柳孟田正在应酬饮酒 于是前来解救 萧红本来正在想尽办法 帮柳孟田介绍工作 却被苏承打断 苏承加入酒桌 提议大家可以不喝酒 玩游戏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苏承认为自己 在帮助柳孟田 可在孟田看来 自己的机会 就这么被破坏了 酒席后 柳孟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他说 这是个利益面前 有你没我的圈子 你又何必总做圣母 如今我们是竞争者 何来情义呢 心情郁闷的苏承 找到叶巧倾诉 苏承担心自己 和柳孟田的友谊 而叶巧 直接点出了问题的本质 那就是 和柳孟田做朋友 是不能胜过他 叶巧曾经问过叶琛 如果要好的朋友 反目成仇 怎么办 叶琛打 爱 恨 都是最深刻的感情 而两者 其实本无分别 酒醒后的苏承 发现自己在叶琛家 叶巧回来 趁叶琛不在 带苏承 参观着他曾经的获奖作品 苏承爱不释手 释穿了起来 叶琛回来看到这一幕 大发雷霆 内心关于程宇柔的回忆 又涌向了出来 曾经 这件衣服是他的专属 而某夜 叶琛不巧发现了程宇柔 一些难以解释的画面 心情十分沉重 正在此时 叶琛看到了 航班失联的消息 于是 焦急地赶到现场 而他却看到了 站在后期大厅里的程宇柔 忽然涌来的 接级粉丝 阻挡了二人 苏承询问叶巧 那件衣服的特殊含义 叶巧也并不知道 苏承却猜到了一二 感觉他可能是 为某个人准备的 夜晚 叶琛家 程宇柔走了进来 开门密码依然是 程宇柔的生日 叶琛却说 只是因为习惯了而已 程宇柔直接说道 你以为我在失联飞机上 所以赶到机场 难道不是因为在乎吗 程宇柔明白 二人其实从未忘记过彼此 而叶琛却并不期待 和好如初 苏承来到叶琛家 准备向他道歉 却看到他和一个女人 亲密的并排坐着 尴尬地跑开 叶琛追了出去 苏承不知所措 谎称自己是来找叶琛 叶琛回去后 程宇柔已经离开 那件衣服也被他拿走 苏承向叶琛倾诉着 自己的尴尬遭遇 叶琛却十分乐观 劝他既然如此 告白趁现在 不要犹豫 苏承却非常紧张 剧情中神隐许久的 段承轩再次登场 工作之余 他依然关注着叶琛的资料 得知叶琛和程宇柔的往事 安息 苏承怕是没有机会了 段承轩见到了南希 也就是之前和姐姐电话中 提到的相亲对象 他似乎并不是很满意 送一辆车之后就想离开 段承轩直接把车钥匙扔到了水里 说 谁见到就送谁 结果南希也掉进了水里 段承轩姐姐段凌薇赶到 叫停了荒唐的现场 段凌薇批评着段承轩 两人谈话中 姐姐忽然问起了他的感情生活 段承轩首先想到了苏承 却不好意思说出来 段凌薇拿着蛋糕 看望一对老夫妻 原来这是他未婚夫江绍坤的父母 今天是他们结婚45周年的纪念 而此时的江绍坤却在陪前女友试婚纱 江绍坤感慨自己是不是年龄大了 每过几年就有女朋友要结婚 段凌薇打电话催促 他却并不怎么耐烦 叶琛收到了苏承寄来的音乐 听了一小段 便开始看起了程宇柔的访谈 他穿着自己设计的礼服 在镜头前发表着 有些事永远不会变的感价 叶琛找到程宇柔 他似乎不是很满意他的继续纠缠 程宇柔拿出剪刀 说道 如果你真的不在乎了 剪掉这条裙子 兄妹二人早餐 叶琉发现了哥哥和苏承关系有些诡异 他提醒叶琛 苏承寄来的包裹里面有内容 而叶琛似乎并未察觉 段承轩和姐姐段凌薇 约见了王大陆谈新天计划 王大陆却说 自己听过类似的项目 他来自于一名王室老板 段承轩觉得 姓王 在上海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只能想到一个人 他提醒王大陆 之前王思琴陷入的抄袭门 王大陆赶忙打电话给经纪人 暂缓了和王思琴的签约 走廊中 王大陆偶遇苏承 两人一见如故地聊了起来 苏承却觉得 此时此刻 应该开会的王大陆 竟然游走在外面 看来项目是谈不成了 同样的游戏爱好 成为了两人关系的桥梁 苏承借此 劝说着王大陆 接受段承轩的项目 王大陆说 如果晚上游戏赢了 他会考虑 段承轩看到 粗意大发 苏承到时间该赴约游戏了 段承轩强行留人为国后 谎称 有篇约必须赶夜路前往 车辆故障 二人困在了没有信号的地方 两人在夜空下看着星星 苏承问 你觉不觉得 有些人就像星星一样 看着很近 其实却很远 段承轩问 你的星星是夜铲 还是王大陆 舞台中央 超级巨星 严处飞 在狂热的呐喊中表演 领奖时 严处飞深情感谢着粉丝 演出结束后 面对狂热的粉丝 严处飞逃离了现场 随即登上一辆出租车 车内已有一人 是苏承 相比于前五集 较为紧凑的人物介绍 和剧情铺点 第六集到第十六集的内容 显得有些冗畅 新的主要人物 悉数登场 而剧本 在平衡各个故事线的时候 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例如 第六集一上来 就高调亮相的陈宇柔 在半集左右 就结束了剧情 直到第十集的后半部分 才以较为重要的形象 再次登场 之后不久 又如神隐一般 再如 段承轩决定好好调查 叶琛的底绩后 就从剧情主线消失 隔了一集多的故事之后 再次出现 工作竟毫无进展 依然在关注着叶琛 其实这两段 是可以剪辑在十分钟之内的 却让观众等了将近五十分钟 除此之外 故事的张力也有所下降 期间出现了很多首 完整的歌曲 用音乐影片的形式 呈现了很多 对故事主线 并无太大影响的剧情 这种方式 其实各有利弊 因为本区面向的市场 其实并不局限于 习惯享受浪漫 言情风格的群体 音乐影片的好处 在于能够更好的放缓节奏 将观众抽离出故事情节 而去体会 较为细腻的情感 这对于 希望看到更多 爱情故事的观众来说 是优势 可对于 希望看到励志故事 或者娱乐圈 勾心斗角大戏的观众来说 会有一种 情节缓慢 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感觉 而这种节奏的转变 对于一部影视剧来说 是比较有风险的 新登场的人物 都比较令人印象深刻 黄婷婷和李一同 都是我比较看好的新星 自然的 也就非常期待 他们的对手戏 而程宇柔这个角色的登场 是不负期待的 两人虽然直接对话的篇幅很短 但是能足够默契地 展现对方的优势 叶小的任性 调皮 以及程宇柔外表冷眼 内心细腻的性格 在夜晚醉酒的一场戏中 都能有所体现 不知二人之后的剧情中 会有怎样的联系 也是非常期待 但说程宇柔 在初登场的时间里 便直接或间接地 展现了许多性格特征 例如 自己网购和卡送给自己 体现了一个处在金字塔顶端的 公众人物的孤独 这个细节 非常容易引起共鸣 而接叶小回家的桥段 虽然可以理解为 是借助此事 接近叶琛 但是 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她是真的关心 眼前这个小妹妹的 而她 也有很多令人望而生畏的个性 在留守儿童面前 以叶老师女友的身份亮相 心旗毕露 再如 拿起剪刀威胁叶琛 看得我也是悲极发凉的 段灵薇的角色 可谓是气场十足 也不得不佩服 含血老师 人物塑造的功底 派对一场戏 本来荒唐的场面 被她的出场 直接震得鸦雀无声 不只是断城圈 连观众都能体会到那种 紧张到窒息的感觉 而随后 在行为荒唐的江少坤面前 她又对那种 眼前之人无所期盼 却演戏久了 深陷其中的情感 表达得极度细腻 这个角色出场很晚 却牢牢抓住了 观众的注意力与好奇心 希望日后 有更多的展现 颜处飞的登场 不愧为巨型气质 而且 同样是亮相就拿奖 从影坛老前辈的评论中 可以看出 这个演员 是非常有职业素养的 如此高颜值 又刻苦的明星角色 会在之后 有怎样的表现呢 偶遇苏承 已经给出了暗示 为之后的人物关系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关于人物塑造 新的剧情丰富了很多角色 使他们的属性显得更加立体 最为突出的一个人物 就是肖红 之前她的戏份较少 给人的印象 也只是一个欺负新人的权力拥有者而已 戏份增加后 她也体现出了更多的个性 之前 占颂加尼便宜时 她对比赛结果充满控制权 而选秀结束 进入正常工作 她却体现出了自己在公司内 职位并不受重视的问题 例如和韩清老师套近乎 却被直接无视 排广告站位时 她的意见也并不重要 再如打电话求情时 她就像是个担心说错话的底层员工 而随着训练的展开 观众会发现 其实她在工作时 拥有足够的职业素养 比如耐心地向学员讲道理 理规矩 而很多的细节可以看出 她其实对手下的学员 是比较关心的 其实这些细节 并不能一下子 把她从一个令人作呕的形象 变成正面人物 但是却尝试着向观众 全面展现某些事发生的原因 我们会发现 潜规则的实施者中 也有很多人 根本就是职场的受害者 而他们弥补自己损失的方式 是继续制造新的受害者 如果想彻底消除娱乐圈的潜规则 人们总会第一时间 从艺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比如 为他们建立更加公平 公开的选拔制度 而单方向的一味尝试 很难从根本改变现状 而其实 我们也需要从选拔者的角度 去看同样的事 双向的理解事物的本质 才更有可能去解决一个问题 关于萧鸿这个角色 在17集之后 会有更加详细的描述 我们到时再做更细致的分析 希望有更多的影视作品 能够多元化地展现娱乐圈的问题 因为影视作品 本就承载了影视从业者的感受 这其中自然包含了各种无奈 只宣泄不满情绪 能够提供的帮助很少 理智的思考 才有更多的改变 虽然本剧无厘头的槽点也是很满 但是 在假期里去观看这样一部 同时具有深度思考 也有很多乐趣的作品 算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里面还有那么多 我熟悉的面孔 我是叶琛 欢迎关注我的个人微博 以及红颖工作室 微信公共平台 我们稍后再见